你以為你的國家永固嗎 國家 談到最大的國家能夠永固嗎 也不一定 唐宜夏商周 秦漢四國魏晉南北朝 唐宋閻明清 哪一個朝代是永遠的 到了一段時間以後 它改換國號 變成另外一個國家 都有可能 你看蘇俄聯邦 蘇聯它瓦解 變成一個一個獨立的小國 國家也不能永固 何況是你自己的身體 何況是身外之物 錢 房子 汽車 珠寶 所以這個物叫做物無所得 你的家庭永遠和樂嗎 不一定 你所有的人都能夠和和嗎 不一定 所謂迷來勿度 愚來之度 要用你的智慧啊 去度化你自己本身的愚智 二來三度 不好的來 有為們花菩提心 去度化它 如是度者 名為真度 又煩惱無邊試驗斷 煩惱誰都有 誰都有煩惱 但是呢 你要知道 煩惱本身 只有物能夠斷 只有開悟能夠斷煩惱 你悟到根本得不到 所以你煩惱才會斷 根本是得不到的 都不是永遠 都會起變化的 都會沒有的 都會消失掉的 所以物無所得 鈍斷煩惱 才能夠把煩惱斷掉 或者煩惱斷不掉的 大煩惱小煩惱 有一個用人 仆人 那麼女主人 每一次換衣服 在她的更衣室換衣服 這個用人 老是犯了毛病 這個男的用人 老是犯了毛病 一推門就進來 那女主人剛好穿好衣服 剛好披下了衣服 她就進來 她教她 你怎麼老是教不會啊 變成我的煩惱 你要進來 你要先敲門 這個男的 這個仆人 就跟女主人講 我每一次要進來 我都有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 你有沒有穿好衣服 這個是女主人的小煩惱 很小很小的煩惱 有時候我們經常煩惱 身體不順煩惱 這個穿衣煩惱 洗衣也煩惱 穿衣 洗衣吃飯 有時候吃到這個 到了餐館吃到不好吃的飯 你就起煩惱 很大大小小的煩惱 但是我們行販 但是我們行販 逆來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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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種的煩惱 煩惱無邊 這個叫煩惱無邊 煩惱是沒有止境的 試驗給他斷除 試驗給他斷除 將自信的知會 除切希望思想心 試也 又滑門無量試驗邪 犀自見性 常行正法 世民真學 這裡也談到六祖最主要所講的 民心跟見性 你必須要知道 知道自己的心 見證自己的佛心 才是真正的佛學 那麼我是認為 以禪宗的方法 你可以民心 思維修可以民心 以密教的方法 由著佛光明 打開五輪 你可以看見佛性 所以民心跟見性 就是真實的佛學 真實的佛學 有無上佛道試驗程 佛是最高的了 就是節者 那麼你試驗去完成 你自己成佛 然後你成佛 再來度化眾生 叫人離開彌附 這個禮明 禮節 這個節到最後也會離開的 節物以後 連節物都要放下 叫做禮明禮節 常生剝葉 經常智慧圓滿 除真除妄 到了那個時候 沒有什麼叫做真 也沒有什麼叫做妄 既見佛性 這個時候才看到佛性 就叫開悟了 開悟是什麼樣子 沒有明 沒有結 沒有真 沒有妄 當然這個講起來就非常的深 既言這個時候 就是佛道已成 常念修行 試驗立法 這個意思就是講說 你常常這樣子的修行 就是你這個 適逢宴的宴力 的這種方法 你已經達成了 適逢宴 適逢宴 適逢宴就是 這個自心眾生 無邊試驗度 自心煩惱無邊試驗段 自心法門無邊試驗邪 自心無上佛道試驗程 就叫做適逢宴 到了這樣子的境界的時候 你適逢宴都可以達成 這個方法就叫做適逢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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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適逢宴 那麼 這個方法就叫做適逢宴